你知道他在叫什么吗 鱼也会讲话 出家人又神通 各位佛菩萨慈悲的 因缘到来度你他就用方法 你听听看他叫什么 结果这鱼在什么 爸爸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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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就是他儿子的声音 哎呀 是我儿子 这个出家人说 你每天杀鱼给你儿子吃 杀一只鱼要堕落五百四桌鱼 你儿子要堕百千万只的鱼被杀 今天看到你求你救他 哎呀 这个人赶快抱着这只鱼回家 放在他家的私人游泳池 不敢跟他老婆说 每天看着鱼儿子 儿子啊 是我害死你 所以各位 真实的故事 如果哪一天你知道了 你不会再吃鱼了 在佛陀的时代 现在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有一位富贵长者很年轻 因为他爸爸留了很多财产 爸爸死了 所以他家家业很大 他每一次呢 请客人 就要抓一只最肥的牛 他后面养了很多牛来杀 结果呢 他拖了这只牛出来以后 明天准备杀 刚好舍利佛尊者经过 舍利佛尊者看到那只牛在掉眼泪啊 无在靠不在照 对不对啊 你要杀牛的时候他不会跑 他只会哭 各位 牛有神通 他知道我欠你在 你要杀我 对不对 他只会哭 不会跑 所以他在那边掉眼泪啊 然后舍利佛有悲心 舍利佛尊者是 所有阿罗汉里面最喜欢养动物 救动物了 然后他就用神通看那只牛 跟他讲话 结果牛在哭什么 哎呀 我又要被我儿子杀了 他已经杀我两次了 这一次第三次又要杀我了 我实在很爱我儿子 但是我很痛很痛啊 然后舍利佛知道了 然后隔天要杀了 他就先来找这个男主人 他说 哎 你爸爸呢 他说 爸爸几年前就死了 他说 来来来 你今天要杀那只牛 你看看他眼睛 你看看他眼睛 像什么 拍看 眼睛怎么像我爸爸 他说 我告诉你 这只牛是你爸爸来投胎的 为什么 这位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家里穷 他娶一个漂亮的太太 他跟他太太说 你只要愿意嫁给我 我做牛做马都会赚大钱 来养你 来养家里的人 所以他为了要赚大钱 做了很多坏事 终于赚了很多钱 生了儿子 结果这样二夜现前死了 但是因为他执着他的儿子 所以他要做牛做马还人债 但是他执着他儿子 就投生在他家 所以每次这只牛养得最快 最胖 已经杀两次了 所以摄利佛跟这位施主说 他已经死两次了 你爸爸欠你的债 你不要再杀他了 他说 真的吗 还有点怀疑 不信吗 你跟这只牛说 如果你是我爸爸 你到后外园 藏了什么东西 给我看 这只牛就跑到后外园 一挖他爸爸的东西 他真相信 所以不敢再杀牛了 把这只牛也送到寺庙 所以各位 这个故事不是一个个例 不是说只有他才他爸爸 我们每个人吃得到杀得到的都有缘的 没有缘他不会你吃不到他的肉了 所以在台湾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户养鸭人家 爸爸妈妈养鸭 后来爸爸都癌症死了 然后呢他的女儿继续养鸭 结果有一天晚上做梦 梦到他的爸爸来给他托梦 女儿啊 女儿啊 爸爸现在投胎在家里的鸭疗做小鸭 还献给他看跑来跑去 一大早 这个女儿就起来哭啊 哎呀 我爸爸头疼在我家 开始去找 都没找出一只刚孵出的鸭子 就像他爸爸跪在那边拜啊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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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杀鸭的人要不要做鸭还债啊 要啊 所以他就保护这只小鸭 不敢去伤害他 结果有一天上午起来扫地 扫地 这只小鸭 居然跑到他的哨帚先吧 一死 死掉了 女儿又把自己爸爸给弄死了 所以从今以后不再养鸭了 所以我想各位 就像我们我刚刚上来有看到 玄天上帝 我们这边有在拜 上帝阿公 对不对 玄天上帝是杀猪的 对不对 因为过去有一次视线杀猪了 所以早上起来 他天天拜观音菩萨 爸爸妈妈死了 他继续杀猪 对不对 有一天杀完一头公的一个母的 结果中午在睡午觉做梦 观音菩萨慈悲啊 视线给他看啊 原来他早上杀了公的是爸爸 杀了母的是妈妈 你看他后不后悔啊 所以跑到河边 泼妇自杀 对不对 泼妇自杀 肠子流到河里面变大蛇 胃流到河里面变大乌龟 这个叫龟蛇二怪 大闹地方 然后这位年轻人被太上老君 救到太阳宫 修道四十年成道 回来收药啊 所以各位 所以杀猪的人都很聪明 那我们拜玄天上帝就好了 你拜玄天上帝 你还特别不能杀猪了 但是人都偷鸡取笑 反正我拜玄天上帝 他负责超渡猪 我负责杀 各位负责吃 你要怪他杀 他怪你吃 所以各位 不管是猪也好 牛也好 鸭子也好 鱼也好 都不能吃的 都是众生 都是父母啊 所以在十二品《华言经》里面 写了 念下来 众生皆是父母 杀众生即杀父母 吃众生就是吃父母 所以吃众生 生肉的人要下地狱 所以弥勒菩萨也知道这个原理 愿我生生世世发怨 我投胎的地方 没有人吃肉 没有人杀生 所以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一只动物被杀 所以那个世界 没台风 没水灾 没地震 没有人生病 每个人都活到八万四千岁 无病而中 为什么 没有人杀生 那没有杀生的人 吃素的人 将来就可以投胎在兜帅念院 将来就可以参加龙华三会 因为你种下了一个 一个解脱成佛的因 慈悲 所以我想 我今天这么说 各位等一下要用灾 你要快乐 慈悲 连吃饭都要慈悲啊 吃饭不要鱼吃 吃饭不要贪心 我喜欢吃牛 我喜欢吃鸭 以后你看到鸭肉 你要讲妈 你要培养你的悲心 你要叫得出来 你叫不出来 那悲心不够 它是肉 它不是妈 那就错了 所以各位要 要时时刻刻 一直念下来 思为众生苦 所以所有的悟命 都是轮回 都是苦的 那各位呢 你要去思为 所以我们要以这样的心态 来用无灾 我也希望各位 今天用灾 明天也用灾 好不好 后天也用灾 如果你认为 你是有慈悲心的人 所以佛经说 吃肉的人没悲心 连悲心的种子都没有 吃肉的人不成佛 所以我们出家人 视线给各位看 就让各位学啊 法师慈悲 盖了这么多寺庙 寺庙是个生命教育的地方 它目的就是 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学习 尊重众生 都像佛一样 既然我们决定要念下来 普度众生 那你既然要度众生 就不能伤害众生 你要跟众生 结善缘 那才能够普度众生 所以我们早上 先到这边 等一下大家用武哉 我们下午早一点开始 好不好 早一点开始 大家早一点做功德 今天下午 我们还要来放生 中午的时候 还要做上供下施 焉供 布施给孤魂野鬼啊 所以帮助地狱道啊 帮助动物道啊 一般我们喜欢这样 上午上求佛道 供养三宝 看经典 听闻佛法 下午呢 下施众生 利益众生 所以来 跟我合掌 愿小三丈 诸烦恼 愿得智慧 真名了 普愿 罪障 细消除 世事 常行 菩萨道 那我们要用斋以前 一定要这样念 各位习惯 你要用斋 一碗饭 你要先供养三宝 护法三神 供养完以后 你要下施哦 如果按照佛经 出家人要吃一波饭 要分成五部分 一部分给老和尚 没办法出去脱播的 一部分给出生病人 一部分给外面的乞丐 因为在印度到现在 还是养乞丐 都在教堂寺庙门口 等着人家布食 一部分给流浪动物 那些流浪狗 各位如果去缅甸 泰国 流浪狗 流浪猫 几百只都在外面 要给他们吃 一四分之一给谁呢 念一下 男女孤魂 妻子父母 记住哦 每天都要拜祖先 你哪怕一碗饭都没关系 要给孤魂野鬼跟父母祖先 妻子父母 所以出家人才吃五分之一 所以在杯车 来 拿到饭菜 五分之一给生病的修行人 五分之一给乞丐 五分之一给流浪动物 五分之一给父母祖先 男女孤魂自己吃五分之一 所以养成那个习惯 每次你拿到饭供养三宝 拿出七颗饭 一条面 往树下窗户 布施出去 好不好 蚂蚁可以吃 孤魂野鬼可以吃 也代表供养祖先 一般我们要丢出去之前 各位先观想 供养父母祖先 妻子父母 冤亲再主 然后再布施给孤魂野鬼 但是每天吃一个餐 也不离开菩提心 上供下施 讲圆满 所以跟我念一下 来 观想 等一下各位要用摘了 来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一切众生 供养父母祖先 男女孤魂 然后就布施出去 所以很简单 好 大家休息 我们差不多十二点半 就开始放声开始 好不好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特别用音乐歌声来使声音好听 向好庄严 升天等等 特别现在的人喜欢看好看的 喜欢听好听的 所以佛陀视线向好庄严 佛陀的声音来着念佛持咒 让我们听及解脱 也因为如此修行不离开声 口 意 所以我们的身体不要造恶业 还要用这个身体来打作功德 我们的嘴巴不要造恶业 还要用嘴巴来念佛诵经持咒劝人学佛 我们的心里告诉我们不要贪嗔痴傲慢 什么叫傲慢 我们很容易傲慢自己不知道 我身材比人家好 还有个骄傲 那别人比我好呢 我就有一个嫉妒 我站在旁边比我高不高兴 站在旁边比我漂亮 哎呀 没意思 那心里面总是会自然的就生起这个 我希望比别人好 我不希望比别人糟糕 那这就是心态烦恼 不平衡了 所以我们的心态要随时调整 所以希望大家多拜佛 拜佛可以消除我慢 除了身体健康 身体庄严 因为你用身体在拜佛绕佛 而且拜佛的时候要观想佛那么圆满 我哎呀 这么痛苦 所以愿佛陀帮我消除五毒烦恼 愿佛陀让我脱离无趣轮回 所以礼敬诸佛消除我慢 称赞如来 净化口业 广修供养消除前坛 忏悔业障消除称恨 特别在菩萨道啊 最怕人生气 最怕人生气 有些人你看他没生气 那个脸就生气的样子 因为他经常在生气 不笑的 就像一个人如果心情不好 怎么看也知道他心情不好 忧郁的 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做好事 帮助别人 他不笑看起来都在笑的样子 所以 向 由 信神 所以我们的内心呢 要时时时刻刻 保持像 来念一下 心如莲花 展现芬芳 我们修行人要像一朵花一样 走到哪里 不伤害别人 又展现好看的给你看 所以佛教很喜欢用莲花 来代表修行人的特性 修行人的心态 修行人的声音 所以这个叫莲花心 什么叫莲花心 来念一下 一点也不执着 却充满了爱 不执着就没烦恼 执着就烦恼 你很爱你先生 那叫执着 知道吗 你很讨厌那个人 这也是执着 所以你对这个世间 一点都不执着 为什么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假的 暂时的 虚幻的 不清净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讲到 女儿失恋了没关系 老公有外遇 不执着 人家把你抢了 钱拿去了 随缘 我到铁林禅寺去住 那么大 这边天天做功德 来煮饭 扫地 拜佛 谁不跟你吵架 我们出家人快不快乐 羡不羡慕 要不要出家 你要说要 要还不见得出得了家 你要要 就代表心理发愿 种下一个善根 对不对 来世 你就会生在铁林禅寺旁边 小时候就来这边拜佛了 看到出家人就欢喜 因为你曾经发愿 你就会有这个善根 所以我想 深口意 要保持在一个清静的 圆满的状态 所以修行这一点很重要 我想很多女孩子很喜欢化妆 那各位呢 化妆 可以啊 以后把观音菩萨贴在镜子旁边 要怎么化才像他 观音菩萨眼睛不用涂眼圈 为什么 慈悲的眼神 就有慈悲的 漂亮庄严的眼睛 所以各位你要让自己 像好庄严 那你要透过修行 眼睛 不瞪人家 眼睛也不要好色 男人看把肌肉长得低沟 为什么好色的人 有好色的眼睛 嗔恨的人有嗔恨的眼睛 杀伤力很强 这个人 你现在对你很好啊 但是关键的时候 他翻脸了 他那个杀气都还在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那为什么佛陀的像 菩萨的像 我们看了很欢喜 不会起欲望 恭敬 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灵的状态 所以佛陀所出生的世界 叫净土 为什么 还因为他的悲心 所以各位 我们希望佛教的修行 就这两句话 念一下 成熟有情 庄严国土 好吧 你走到哪里 所有众生都可以离苦 叫成熟 有情不成熟就会叹成痴 他如果成熟了 心里成熟了 就没有叹成痴 我们要成熟有情 庄严国土 佛陀走到哪里 花草树木都会配合 佛陀踏出去 有洞的土地 就像海面一样 会填起来 所以佛陀走到哪里 都变成黄金菩提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今天 慈悲 要来放生 要来供养三宝 要来听闻佛法 天气好不好 好啊 心情好不好 好啊 病好了没有 好 就好了 各位 因为生病 因为生病不见得要吃药 有时候啊 心情改变了 病好了 你先生在生病 那你就不要跟他吵架 你念心经给他听 你做好事回想给他 奇怪 他看到你病好了 特别各位 现在大家要发财 那发财你要多修布施啊 像我天天修布施 我天天都在布施 为什么 我要做财神业啊 这个房子卖不出去 我就走一走 卖掉了 人家才会欢迎你 你知道吧 这个公司最近没赚钱 你去走一走 发财了 所以各位 公司最近亏了 那你就请我们海慧法师 去走一走 出家人从倒到晚都在做功德啊 所以出家人叫什么 福田 人天福田 你请出家人吃饭 这下你发了 所以我没把自己修成别人的福田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当一个充满欲望 大家都在打麻将充满欲望的地方 佛陀一出现 所有人的欲望不见了 因为佛陀断欲望啊 释迦牟尼佛说 我以无量式的精进 断除我的无名贪爱 我就能用慈悲度化众生 太重要了 你要改变别人 一定要先改变自己 一个充满暴力 称恨战争的地方 那各位如果两个地方要打架了 要战争了 观世音菩萨出现 会不会打仗 就不打仗了 大家忙着拜啊 所以阿难那时候要舍报的时候 两个国家为了抢一条河水 要打仗了 阿难 视线什么 他用他的神通视线涅槃 在空中出火 把他的肉体烧成色粒子 撒下来 全部的人都不打仗了 大家拜啊 哎呀 赶快抢舍粒子啊 所以我想 人可以改变世界的 这个就是佛法最不可思议的 刚刚我们在那边放生 我们的祖先有没有离苦啊 哎 就离苦 因为我们在做善事 所以如果 你去做不好的意思的事情 祖先就受苦了 儿女就生病了 所以佛教讲的这个道理很简单 来 缘起信控 什么叫缘起啊 缘就是互相影响 互相影响 今天大家在铁林寺做好事修行 我们汕头 我们中国 有没有越来越好啊 今天车祸消除了 今天生病的人比较好了 所以各位 一切都可以改变的 也就是因为一切都会改变的 那我们如何去改变 念一下 万法为新造 医生说你得癌症啊 你就说 得癌症最好念佛啦 你心里改变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癌症的细胞就变极乐世界的细胞 你再去检查医生说奇怪 你吃哪一个药 阿弥陀佛 吃素念佛 放生念佛 可以改变的 所以我想各位呢 学佛一定要得到感应 你有感应了 你不退转了 像我的爸爸得忧郁症 躁郁症自杀 所以我就发现 我不再发脾气了 因为我爸爸脾气跟我一样不好 应该说我跟我爸爸一样不好 因为我爸爸脾气不好 所以我都跪在佛险 发誓不再发脾气 我爸爸喜欢吃鱼 吃鳗鱼 我大放生 所以那一天晚上 我刚好大放生 完了以后晚上我回家吃饭 我为什么要回家吃饭 因为我每次功德做得很圆满的时候 我都希望我爸爸妈妈请我吃一顿饭 把功德给他 因为我爸爸妈妈 这辈子没认识半个出家人 也不亲近了 就认识我一个 就靠我了 所以佛经说 阿罗汉如果入禅定七天 出定的时候 有人供养一杯水或一碗饭给阿罗汉 这个人石头都会变黄金 所以同样的 那各位我们去做善事的时候 那就要把这个功德回向最有恩的人 所以我们做了一天功德 回向给祖先 回向给牌位 所以那一天晚上我回去 我妈妈在哭 我怎么没有看到爸爸呢 我爸爸躺在那边 我妈妈说 你爸爸自杀了 我吓一跳 他说他都没醒了 从昨天到现在 六点了 我一过去 爸爸爸爸 他醒过来 他醒过来 醒过来就开始哭 我说爸爸 你怎么 你怎么会这样 他就哭 他说儿子 你不是说我死了可以升天吗 因为你出家了 我说不一样 这个自杀不一样 那爸爸你哭什么 他说我只有担心一件事啊 你这么出名 那我又自杀 对你拍谁啊 因为怕影响 我说爸爸你想错了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了 那天我大放声 十二部大卡车 做了很多功德 就是要把这个功德 回家给爸爸妈妈 就在那个姻缘 哎呀 改变了我父亲的命运 那我父亲醒过来以后 医生来了 医生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这样 没事 也不用再去清场了 最不可思议是什么 我爸爸本来造育症 变成一个人 从那时候开始 不生气啊 不骂人了 忧郁症没有了 甚至还跟我说 要去寺庙住啊 我爸爸就住到我寺庙来了 我妈妈就放鞭炮 他还好 哎呦 不是我走 是他走啊 我爸爸就住在寺庙住了十年 就跟我们出家人住 住了十年以后 那无病 往生 往生将近七个月了 所以各位 这是我的感应 我永远不会退转 我放生 我发愿 我失死 我爸爸本来自杀 变好了 变一个人 我妈妈这样就放心了 我妈妈现在很快乐 因为他现在 他问我说 你爸爸说要去哪里 还要升天 我不要去 那我说那你去极乐世界了 没消毒啊 我爸爸升天 我妈妈去极乐世界 不要再在一起了 太痛苦了 我跟我妈妈说 去极乐世界不用结婚了 太好了 我说这个好 这个好 但是你就要吃素 要吃素 念阿弥陀佛 你就会去极乐世界 那我爸爸呢 升天 我爸爸说 天上可以享受 他听我描述天上 各位你要看看佛经 那个天上